我們畢竟就是職業球員 那你就是你要做好你職業球員的角色 不管怎麼樣做好你今天本分 你在球隊的角色 不管你現在是做爸爸或是說你的學生 你一定要做到你現在這個階段的角色 怎麼樣把你這個角色做到自己滿意 或是說讓大家認同 我覺得就是給自己一個挑戰 跟一個自己的學習跟功課 對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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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中訓練基本上最好的就是因為它的浮力嘛 所以你身體的體重似乎是減輕的 所以相對於它的傷甚至對於它的膝蓋 就是它的衝擊的力道是變小的 在水中又可以讓它達到水又可以去排打它的肌肉 所以可以把它訓練累積的疲勞又可以達到一個放鬆 所以水中運動其實是非常安全的一個復健運動 膝蓋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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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翁翁 膝蓋太高 然後又有心肺 肌肉的柔軟度又可以變好 然後我安排的那些動作又是可以達到它的轉向 像它的落地穩定 那些衝擊 復健的階段 如果有這些水中運動的話 會是整個算是一個休息 可是又達到身心體放鬆的一個很不錯的運動 加油 加油 整個步驟 每次發現我帶傑哥下去 傑哥都會很開心 這其實 我自己也會下去 我自己也會變得很開心 然後傑哥他滿妙的 有時候他整個過程都會很認真 然後突然可以給你搞笑一下 他會把這一面表現出來 我也是一直跟傑哥說 就是階段性目標一段一段把它做好 然後慢慢拉回來的強度 盡可能的去拉 因為我也知道傑哥也提到就是年紀嘛 所以階段性目標就是慢慢合唱 然後那種回饋都可以就是控制住 然後基地拉回來 包括他緣分的一些救傷 就也是因為這次的受傷 然後再把它做一個重症 然後甚至比之前更好這樣子